今天呢 这个临时会议 总行要求 各支行的一把手都必须到着 在外地的也要赶回来 因为总行 对我们领海分行的工作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尤其是问虎集团诈骗案的盖子 被切开以后 暴露出了很多 我们分行 在管理上的漏洞和问题 不尊重上级 不按照银行的规章 流程 办事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大搞派系 斗争 出风头 完全不维护银行的声誉 这种人是害群之马 我们大家要认真地考虑一下 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毛病 我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 要对股东负责 要对储户负责 作为分行的管理者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所以我向总行 递交了我自己的辞职报告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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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 能够在我的身上吸取教训 引以为鉴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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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几句 那个成语叫杀鸡锦猴 我们现在是杀了猴子下回鸡 请大家自重吧 随后分行再有大的变动 我希望大家不要私下议论 谁的债谁还 谁有问题 谁自己心里最清楚 另外 为什么一个分行 非要成立两个重心之行 因为龙原一带 居民回签的速度非常快 还规划了大学城 规划了两个产业园区 预计有二十六家高型企业 意向入主 在总行 充分调研和考察之后 准备在圆龙原行附近 再成立一个中心之行 负责更全面的业务 全部由精兵强将打造而成 这个强将 也是总行精挑细选 替我们选出的一位 经验丰富的老航长 谁呢 谁呢 我必须要亲自把他接进来 我要请他隆重登场 给大家讲几句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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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这儿 我走这儿 祝贺 好 成立中心之行 我们一定会在思想上高度同意 高度配合 下面请新任豪伟行长 给我们做指示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陈行长的提拔 新的中心之行能成立 不管他的业绩做得有多好 这都是我们林海分行的功劳啊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好行长 还是您厉害啊 别总说啊 林行长年轻有为 虽然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吧 但是人家现在是龙原地主 我回去以后得靠人照顾 还让好行长厉害 您厉害啊 您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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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您厉害 您厉害 还是您厉害 您厉害 是您的实力呀 太解许了 以后还要看您多提携 林广长 您忙 您忙 恭喜啊 我正要感谢您呢 这些员工的名单 都是你帮我挑出来的 我一看 非常合草 一个都没退 还有 现在的装修全靠你盯着了 我又帮不上忙 回头这个得给你寄一个 放心 晓鲁 不用 也没什么功 您放心 装修我一定会盯完 再次恭喜 辛苦 咱们聊聊 不是 你真要辞职吗 对啊 那我呢 你作为前辈 你教教我 无非就是三种结果 一个就是你离开龙洋行 回到总行 给你再重新安排一份工作 这是最好的结果 还有一个就是 业务上 你争得过好美吗 有可能会被他收编 你觉得你们之间 还能在一起工作吗 还有一个最坏的结果 你想不想听 你说 下心 因为个人账户上 资金来源不明 被总行停止调查了 你知道那个家长 说完了 我到家了 怎么 你还不死心啊 您告诉我 我应该死心吗 跟总行妥协是陈兴远的意思吧 你放心 我不是怨妇 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今天这个事说完 不能没有个结果 你要的结果我已经告诉你了 什么结果 逼我离开龙原 我还就明说了 我不可能走 我走了 其他人怎么办 问虎集团那些破账 我要是不查清楚 我绝不罢休 银行的事 说一千到一万 最后还是拿叶去说话 他想合并我 我还想合并他呢 我就知道他小瞧你了 你这个家伙做事情经常是 能把人吓一跳 咱们俩打个赌 三个月 三个月后 如果我业绩比他好 我会提出合并方案 你得替我说服陈兴远 可以 还有一个 这三个月内 你离职手续要是还没有办完 如果我赢了 把他撤回来 我希望你在这个位子 干脑退休 说实话 我佩服的人不多 你算是赢了 规则就是规则 不能输给那些作弊的人 我会为了你的留职而奋斗的 别担心 小子 狂了